我本人当然绝对没有跟小英总统 或者是苏貞昌院长 有过这样子的联系 这个必须要说明的 如果我真的有这样子的本领的话 那么静电室的境遇 可能不是像这样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静电室我们其实申请了26个月 才拿到执照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 通天的本领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的顺利 有的人三个月就拿到了 有的人半年就拿到了 我们却是破天荒的26个月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枷锁 如果是如他们所说的 有这样子的办法的话 那为什么NCC会如此的对待静电室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我想这件事情 已经有太多的政治势力介入了 我想说也是给股东做一条报告 就是说我们总统长12月1号去做面试以后 因为NCC那天问了问题 接下来我们也讨论 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们也都很紧色的回应 当件事情一过以后 我就跟小英总统反映那些状况 说NCC其实很无力群 然后那个礼拜 小英总统就立刻告诉书生 他们每个礼拜三会开会 他就立刻告诉他说 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了最严格的处理 就是我们的内容 跟那个光章城 没有理由去托人家 那你一定要赶快去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